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足球队的孩子们正在专业教练员的带领下进行着运球传球等练习 虽然内容较为基础 但孩子们还是乐此不疲 不少学生都说 自从龙氏足球场建成以后 他们踢球自在多了 有些时候篮球队的篮球会跑到我们足球队这边来 我们足球队的足球会到篮球队那边 就捡球这样就很不安全 现在有这个龙氏足球场把篮球队跟足球队给隔离开来了 就是安全系数更高了 以前的水泥地上很容易滑倒摔伤 现在有了这个龙氏足球场的话 那个龙氏足球场的地质比较好 摔伤的话也不会怎么摔破 据介绍 中山北路小学的运动场地原先是由两个并列的篮球场组成 如果同时开展足球和篮球训练课 不仅会相互干扰 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为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场地资源 学校建造了一个长约32米 宽约19米的龙氏足球场 将原有的两个篮球场隔离开来 使两边技能同时上课又互不干扰 龙氏足球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场地比较小 总体加起来只有九亩这样左右的活动场地 从学生的活动量来说 它是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充分地把这个功能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从功能性上来看 通过龙氏足球以后 让这片场地发挥更多的功能 这一片是我们可以踢足球 外面就可以打篮球 这样会不会影响 就是把小小的场地都充分发挥起来 第二 就从安全上考虑 这样龙氏足球以后 这个足球和篮球呢 就是在这样两片场地会不干扰 那么学生也不会出现伤害死亡 同样在静安区中兴路小学 该校的运动场地三面被居民区围绕 另一面是教学楼 一旦开展足球训练 四周的玻璃窗很容易被乱窜的足球损坏 为此 校方在原有的场地上建造了300多平米的龙氏足球场 并在场地上铺设了塑料地板 从而满足学校足球队的日常训练 我们场地分为一个是里面的那个排球场地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龙氏足球场 就是把两块场地隔开 我们还有一个篮子龙氏足球场可以给他关上门 然后就是相对训练会更隔离一点 以前那种场地就比较简陋 各方面都会更加的地面更硬一点 而且容易出事故 以前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场地的时候呢 我们像许多活动是没办法开展的 比如说像足球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四周的环境也看到三面都是墙 都是居住居民居住地 那一面就是围墙 你稍微用力的话 这个球就飞出去 另外几个面如果踢的话呢 就可以把那个玻璃窗啊什么都会踢坏 这个场地都有了以后呢 所以我们学校呢 推动学校足球运动呢 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也为小朋友呢 提供了这样一个活动的场地 提高学生就成功地自信 据了解 目前金安区已在四所中小学建造了龙氏足球场 接下来将在有条件改造的学校逐步推广